好 來 王委員請坐 那 各 好 好 我們親民黨黨團也到了 那 時代力量黨團也到了 民進黨黨團也到了 那我們 國民黨黨團王委員也來了 等一下會來嗎 OK 好 跟院長報告一下 就是 但是 有關於那個福島核災食品開放 來台灣這件事 我們衛環委員會禮拜一 要求要開十場公聽會 結果我們的行政部門非常誇張 他們昨天半夜的時候 把十場公聽會的場次公布出來 昨天半夜公布 今天可能民眾才會看到 結果他是明天、後天、大後天 連續三天就把十場開完了 明天開四場 後天也開四場 那後天開兩場 這個 現在行政部門根本沒有把 委員會的一些決議 真的去清楚委員要求他們要做的什麼事情 用這樣子敷衍了事 草草了事的心態 我們不能接受 所以剛剛我們 國民黨立願黨團已經說 這十場公聽會我們不承認 不承認 不可以這樣子 這是涉及到食品安全的問題 開怎麼有這種 好像在集行軍 集集如律令 今天民眾才看得到 明天就 一下子開了市場 而且在一些不同的縣市召開 這個品質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這件事情 我希望這個 院長可以聽見我們黨團這樣的聲音 我們要求這十場這個太離譜了 我做一下報告 公布的時間 昨天在網站是昨天下午兩點 不是半夜 這一點 事實 事實與否 你就去看那個公告就知道了 第二個 為什麼他會這樣開呢 就是因為第一場到第四場是在明天 但是他們是分別在各個地方開 不是在同一個地方開 第一場在衛生福利部的破子醫院 那就是在嘉義 第二場是同一個時間是早上九點半 一場在嘉義 一場在台南 他台南是在台南區的農業改良場 然後下午兩場 一個都是三點 一個在斗六分院就是在雲林 然後第四場是在鳳山 就是高雄市農會在鳳山區 然後禮拜天也是四場 早上九點半兩場 一個在桃園 一個在新北市的農會 下午三點兩場 一個在台中的農民醫院 一個在台北市的農糧署 然後禮拜一兩場 早上一場九點半在台東 然後 然後第十場下午三點在花蓮 所以他是因為北中南東 他必須要這樣子開 我是覺得說這個可以給社會公平 大家來看看說這樣子的場次的規劃 是否真的如你所講的這麼的不合理 好不好 這個這樣子 這個議題不在今天的學商的範圍內 但是王委員的意見 我們會跟 我個人會跟行政院來反應 就是要開也不必急著兩天的時間 禮拜四 五六嗎 兩場 沒有啦 我補充一下 不是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禮拜五公佈 禮拜四公佈 禮拜六就開 好來 我講一下 例如說 立法院自己開公廳會都要求五天前 對不對 五天前就要公佈 那行政部門這種資訊公開 還要跟民眾互動的 怎麼會前兩天再通知老百姓呢 對不對 那這個效果其實 我們來反應 我們來反應一下 好 來 等一下我講一下 這比較精準的應該是什麼 密集性溝通 比較精準 好 我來 專家系統會議幾個十個 可總之 密集性溝通某種程度可以同意 但是密集性溝通前提是說要被邀請來參加的人 有沒有充分被告知被邀請 對啦 這樣了解一下 不夠密集我來了解一下 對啦 了解一下 我們今天是延續 11月9號 勞動基準武法部分條文的修正草案 大概在那一天的會刊 下午的學商 那各黨團 都大概都有退讓一步 那麼當天 當天 大概有一些方向 就是 撤回不是退回喔 是委員會自己撤回重産 那大概大家也抓了 14號 16號 17號 三天要來開會 那麼 在那一天當然 有一些文字啦 包括 就是 我們在這裡協商的結論的一些文字 就是 各黨團同意 由社會福利 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撤回病案審查 行政院 含請審議 勞動基準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 7案的審查報告 由該委員會 以11月14日 16日 及17日 召開三天會議 瓜府其中一天為公聽會 完成審查 急送院會處理 不受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71條之一 協商起的限制 二 各黨團同意 不以霸佔主席台等手段 杯葛上訴 會議 並依議事程序進行 那麼 這麼一個結論 那一天是真的只有 柯總召簽 其他都說要帶回去研究 是要帶回去黨團研究 那麼經過這幾天 這個親民黨的黨團是有簽 就是照這一張 包括國民黨的黨團是有簽 那麼時代力量黨團 當天 許總召也說要帶回去黨團討論 是帶回去討論 那許總召有簽 但是他裡面的文字 稍微做一點點修正 我們這一道的時代力量 許總召來的傳來的 這個協商結論是 把完成兩個字 把它拿掉 然後 在審查的後面 加上一句 待審查完畢即送院會 只做這樣的一個文字的一些修正 那今天我們就是來 跟大家 在做這一次的學商 就是拜託大家 我們已經都互相退讓 那我們的目的 就是要讓這個法 能夠順利 而且比較 能夠充分討論的 來討論這個法案 那縱然沒有完成兩個字 就是說 我們會很努力的審查 也有可能提前 那當然 如果必要的話也可以稍微往後 這個都有它的可能性 但是就是安排三天 是不是完成兩個字 我們也可以把它拿掉 那我想 這個學商就會有結果 那 這個勞基法 這個外界 我這邊接到的信息 就是我們要怎麼做 其實應該盡早決定 讓他們能夠安排 下個年度的整體的 這個放假 還是沒有放假 要怎麼處理 他們比較好安排他們的 整個工廠 企業的流程 所以我們這個案子 真的已經討論好幾個月 我在這邊是 真的拜託黨團 大家能不能都再退一步 那讓更 大家能接受的這個文字 大家來做一個修正 想一下該怎麼做 大家都能夠接受 然後我們真的好好的來審 大家的意見都可以在委員會 充分的來進行討論 我覺得這樣子 基本上 針對這個修正案 比較能夠往前再 再誇 這個一步 所以 現在就 聽聽大家的意見 聽聽大家的意見 好來 時代力量 他建議 完成這兩個字不要 那 那家代審查完畢 急送院會處理 這樣子啦 那看大家的意見 來 上次坐在這邊 討論的時候 我想 我們基本上面的態度 蠻清楚的 那最後 國民兩黨 針對於上午一四路 看驗的事情 那 出現了 很不一樣的看法 那 中國國民黨的一些朋友 可能沒有辦法接受 那 因此就先離席了 我坐在那個地方 我說 回委員會實質審查 是大家都希望的事情 那 中國國民黨 如果也可以同意 不要霸佔主席台的話 那我們可以進一步的 就這個爭議就可以解決 那我那時候不曉得 我不太確定是哪一位 說 那一個月的協商冷凍期怎麼辦 那個時候我拋出來 我說 我現在拋出一個建議 大家回去思考 不要以為說 我想要說 以我講的算 就大家回去想 協商冷凍期也不受限制 這個是我記憶所記 最完整的描述 那大家可以掉袋子出來看 看是不是我講的 那個樣子 結果 後來議事人員 就打出了一個 朝野協商 沒有關係嘛 就打出了一個 朝野協商這樣子的結論 那我再幫院長補充一下過程 那一天的這個紙 其實院長還少念幾個字 因為第一版的 第一版的 第二點是 各黨團同意 不以霸佔主席台等非理性手段 杯葛上訴會議嘛 那我後來知道說 中國國民黨的朋友 要求把非理性三個字刪掉 所以後來有第二版的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包括了民進黨的一些代表 跟國民黨的一些代表 還有李鴻軍趙偉 他們所簽的版本 所以這個條文是修正過的 那第三個部分呢 是永明 他後來在拿到的這個東西以後 他表達時代力量的看法 他所加註的文字 那我們的立場 從來沒有改變過 就回委員會裡面 好好去審 那為什麼會把完成兩個字拿掉 因為我們自己在開委員會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弱人家的畫柄 所以弱人家的畫柄就是說 你限定什麼時候要完成審查 好像先射箭再畫板 那你就回委員會 那中國國民黨也承諾不會 讚主席台了 那大家就好好的審嘛 那你說審了 就像院長講的那個樣子 也有可能早 也有可能晚 但是何必加上這個字 然後讓人家感覺好像是 我們已經有既定的目標 一定要如何如何 就按照正常的程序 把它走完 那大家所關心的事情 兩個比較大的障礙是 不管是擔心霸佔主席台 或者是朝野協商的冷凍器 大家為了要解決問題也很有誠意 都把那個東西給拿掉了 大概這個是時代力量黨團的看法 那至於一些其他情緒性的發言或謾罵 那我就不想要在這個地方提了 因為我會覺得坐在這邊就好好解決事情 真的再去扯那些事情 對整個事情的解決沒有幫助 好啦 這個 同商委員剛剛談的 我們回顧 你那些是拋裝引力嘛 那點出這些問題 那也就是說 這個大家好好審 你們講究的是審序上的正義 是不是這樣 這都ok 那你說這個 對林凍許這個部分 大家就不要堅持這個部分 然後好好地審查 那這些都有會議紀錄 那當然我說這個我們可以答應 好 清黨應該開始清黨也有先提這個問題 後來 國務院把他講得比較完整一點 然後 國務院那時候 我們看一看他們幾個跑掉 我就拜託 後來 廉國總統再接 廉國總統從頭到尾 後來 黃委員也離開了 現在有希委員在這裡 那 那 當然主席也有做一些財事和結論 就是說 你的演藝 我想知道 這個文字上都有表現出來 好 好好審查 發主席財事說 一天好好的審查 兩天 五天會 一天說兩天會 好 那大家是覺得很合理 那 新聞也在場 那 後來打成文字 那 那 我都 欸 學長我回來問問 我回憶開一個檔案回憶 讓他們請 好 所以我當然是簽了 就是第一版 第一版 後來 第一版 那我拜託 欸 我們先簽簽的 那我幫當然新人做 我們前一天 我們在 來跟國民黨集體來拜託 來處理 這樣可能比較有進度 所以 於是後 於是後 我第二天早上 找 王議長 以及 他們 他們 他們委員 先去談 我拜託國民黨 好 就是大家這樣才能夠完成審查 那照程序來 那國民黨對於 非理性甚至有 有意見 好好讓我重新回去打 等於打完以後 再拿給六國公簽 然後再找 找 江啟臣委員 害怕魏洋委員 會 找王毅民 他看了很久 要找 蔣萬人再看 我在旁邊等 後來他們簽了 然後回到過來 我剛剛打電話 我剛剛碰到新文明 他還沒簽以前 我們拜託給他 你來簽簽 好 他說他對於這個 文字上面 還有一些爭奏 他要跟 他們會議黨團員在討論 所以 快到12點 我全部 三個黨團簽完以後 然後 然後 他說 他說 我說 我現在送過去 我都給他送 他說不必了 你傳來就好 傳來就好 後來 有到三年都還沒簽 剛好又看到他 他 他說拜託給他 這跟他們簽簽 因為 我們今天講事情 另外大家共同來面對 如何學習 對自己的政策來負責 整個法案 拖著一步走 已經將近四個月了 整個社會也搞不懂你在幹什麼 可能大家對法案內容也搞不清楚 這個是大家都要檢討的部分 那我後來看到 是把那個完成審查把完成拿掉 然後待審查完畢 要加上去 好 OK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來好好談這個事情 好 今天 我們有想要改善問題嗎 我現在有問題 我們 三長背負這個 包括陳寅我們一起背負這個 我們黨內部 非常不諒解我們 我們還去溝通 為什麼要 要再審查一次 對不對 為什麼要重審 就大家 有的在電視器行為講了半天 但是我一直向大家解決問題 然後回到旅信的時代 重新建立立法案的文化 是這樣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法案 還有很多 包括現在中間這種總預算 坦白講 很多委員會都還沒開審 國會社預算到今天會快要結束 很不足利 這個是立法案集體 會被外面譴責 當然譴責執政黨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 一直在拜託 那我們今天回到 回到原點 這個誌子陳述大概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關係 完成審查 完成拿掉 待審查完畢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先講清楚 按得好囉 還有第二個 公聽會 然後昨天我先 我們抓來抓也跟 要不然委員先談一下 禮拜三 第一天審查 第二天公聽會 第三天再來審查 這個也符合五天的時間 從教寶來 這個六天的時間 那公聽會 哪一黨要推什麼代表 要開多少時間 我們都沒有一色一長 公聽會 公聽會 照官員來回答 我們也沒有意見 什麼團體 那我們可以 我們少推薦一些人 也沒有關係 大家要怎麼說都沒關係 公聽會 要說我晚上12點也沒關係 這兩天審查 每天說我晚上12點也沒關係 總統民憑會沒關係 都可以好好談 我先把事說這個 那我們現在法案內容 大家先了解一下 國民黨只有一條而已 三八條 王毅民的版本 跟吳盛陽的版本 你們國民黨沒有黨本 只有一條 今天我們沒有路 今天你常常常常常常出委會嗎 再拉回來 沒關係 特特效我們也可以談 沒有關係 你們就想 這條而已 時代量幾條 時代量有七條 七頭七尾中調 包括什麼 吹哨子條款 華澤 也有兩條 那你們還有這個 所謂這個 公資 公資計算迷細 這都會談 那有一個三四條 輪班 休息一小時 休息一小時 所以重點 今天大家有政治的重點 就是三個條文 也就是說 三十六條 李立修 周修二日 三十七條 魔力交流也是 三八條特修 特修也我們 本黨同仁也很多人提案 我們也對特修 要怎麼來思考這個問題 可以融入一起來談 我們都有一些心理的準備 所以殖民的問 三條而已 還說兩天說的手 人家說我第一天 我背的學 都聽到大家說 這樣應該會手 說我聽話 沒關係 我們說要有小Q包工 我總共也跟著我講 你要什麼形式 要什麼推薦 你開始想一想 我們都可以討論的 不過實在是一副如此 這對我們來講的話 既然要勇敢面對這些問題 不好意思 親人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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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沒有意見 因為 人家有去請洪軍 洪軍你請嗎 所以 這個一開始 李鴻軍先談出來 那黃委員就包裝一一講得很清楚 大家就覺得這個改革 所以我馬上說 這聽下去 這聽下去 一口就答應了 我希望就是說 我們維持 我在這裡也抱歉 只要講 有時候說話比較 比較嚴重 但是 有時候大家都有情緒 但只能講講 我們今天要在這裡好好談 因為 為什麼有時候 我必須要留一些 比較捍衛性的延遲 這是因為 我當黨人總召立場 他不得不如此 我們的從人都對你很客氣 大家都是在 鄉人為何的意識程序能夠進行 我們今天還要談一下 沒有關係 我們要不要把這個 照這個end方向 和大家的想法 應該有共識吧 回到 完成拿掉 為什麼完成拿掉 為什麼在審查完畢拿掉 我們大家要講清楚 你覺得講 大家講的 和其馬屋 就是在斟酌 知識來斟酌 總的來講 就是大家已經 我們對我們來講 重新來回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勇氣 來承擔的 各退一步 能夠解決問題就好 我在這裡 期盼著建立新的國會文化 大家可以談 回到委員會中心主義 如此而已 好 來 沒有 我必須要說 就是說 昨天 民進黨黨團下午 開的那個記者會 用那樣的字眼 在謾罵時代力量 對我個人 還有對黨團的成員來講 心情都非常難受 我可以很公平的講 那天坐在這邊協商 時代力量是很有誠意的 我們把三個方向都列出來了 但這個事情過了就算了 我也不想再講了 剛剛柯總召有表示他的歉意 不要在這個事情上再打轉 我們大家都是成員 我們大家都是成員 但是我覺得 我們大家坐在這邊 要討論事情 就要文明一點 真的不要再這樣了 那第二個事情是說 沒有啦 讓他講話 你現在 Q我們不錯 沒有人又沒辦法了 沒有啦 所謂待審查完畢很簡單 委員會裡面的招委 他就按照議事程序去進行 所以民進黨的朋友也不用擔心 因為招委 是民進黨的朋友 那大家該討論的都討論 如果都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沒有辦法 對 那沒有關係嘛 你充分討論完的時候 到時候大家還是可以保留 保留送學商送院會 這個都沒有 因為今天如果這個招委 是時代力量的 那民進黨團的朋友會擔心 這我完全可以理解 你們招委嚇到 你們宣布 會議不結束 現在招委也是民進黨的朋友 其實沒有必要擔心 不過 但是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要真的很認真的講 就是 我們在這個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當然審查的範圍已經限定 就本來 大家曾經提出來的條文 沒有可能再膨脹 就是本來的那些條文 那裡面啊 針對幾個條文 那個 能不能夠允許時代力量 用黨團的提案 沒有 我們幫你內署 不要啦 你這樣好像我們 我們又欠你人情 我現在在講的 那天我兩月後 我也是要去處理的 對啊 所以就 講得好像在欠你人情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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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我以實際上面來講 時代力量在提條文的時候 像我們靠攏就對了 沒有啦 不要再講這些話了 來來來 時代力量在提條文的時候 都是希望以增進立法的品質 跟條文的細緻度當作目標 再進行努力 所以不會超越那個條文的範圍 但是那個條文我們越看 真的有些地方可以把它的 再修得更好 所以我會希望啦 就是說大黨 能夠有那個啞料 允許時代利用黨團的名義去提 修正動力 因為 我還是要再講啦 就是 如果他們不願意的話 那我們也沒辦法 就真的到院會的時候 再來提再來處理 好 這個 這個你們想一下啦 好 這個你們想一下啦 我一定在場聆聽沒有關係 我們要去吐槽 好 那就是說 假如大家重現同意一點 這樣絕對沒有共識 這三條絕對沒有 其他我想比較好處理 法則 也許我們會改而比你更嚴重 更嚴那個 也不一定 國民黨也可能把法則修得更嚴 因為你有提案了 別走啦 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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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是關鍵人物咧 總召都看你了 拜託拜託 別走 總召等一下再問他 這樣沒辦法解決我事情 因爲授錢就來 你如果說授錢他可以 這樣沒辦法解決我事情 好 來 講得很清楚 就我們總召決定就好了 好 好 好 來 我先講 要確定一個事情 照會議程序 難道中我們大家答應了 好 不讓你主席來等 等別一個程序 那些都寫在裡面 那 假如說真的 這三條絕合 十幾二十鐘頭都沒有共識 沒有啦 那些就知道了 沒有 只要真的要出委員會的時候 總是要出委員會嘛 對 這關鍵在這裡而已 只要出委員會 要出委員會 好 那 要進行朝向 所有立法院的程序都這樣 有時候一百多條都全部出委員會 甚至三條要出委員會 大家要同意就好 如果不同意 那就 調節出委員會 大家都 叫不來的就好 你如果說出委員會 我都沒意見了 那接下來說 說聽話 這樣嗎 這樣嗎 人家說沒有更新 改出委員會 到最後要出委員會 我想兩天 兩三條應該 公民黨坦白講 他們只有兩個條文 對不對 那 我在這裡講 特修教可以談 好不好 好 只要先同意這個 我都沒意見 這先說 當然 第二項 你們要再調整你們的 我派你們最能夠信任的 民主溫水 你指定我講 那一張 對不起 柯總 因為你有案子 口頭講就可以了 柯總長我回應一下 你有案子口頭講就可以 那個不必再連署 柯總長我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還是要提那個修正動議黨團提案權 因為你剛才講那個 因為 因為 你有提案你要在這裡 要修正 修正 你口頭表述就可以了 議員審查本來就是這樣 主席主席 不好意思 我們想請問一下 如果到最後這三天就是審查不完的話 那怎麼辦 就直接宋運會 宋運會 宋運會超有學商嘛 那這個程序商 有時候說話都是這樣處理的嘛 可以啊 所以說不能處理會 這樣全部都不會說的 三天說不定是 還有一個說話 實在是覺得我們把一個審議 然後界定在這時間那一定要完成 但是有可能有些有意見可能審查 沒有辦法在這三天 那當然就宋運會 因為主席可以朝野協商 主席也可以經過表決 主席也可以爭取大家的意見 然後全案 然後每一個黨團你都可以保留 保留沒有共識的部分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程序上都沒有問題 陳薛偉 對不起 陳薛偉 你只有一條而已 兩條而已 不是啦 那條那條都可以 怎麼樣 如果說 我看是 總召 哪叫這類完成到尾條 現在大家講得清楚 我都沒意見 他講得這麼清楚 他就講得這麼清楚 他就講得很清楚 現在是 現在一樣 代審查完畢 對 就是 代審查完畢 什麼意思先講清楚 大概就是三天的審查 代審查完畢 包括送朝野協商 當然是要講煙惠處理 送煙惠處理 對 我們大家講下情緒就好了 好 這個要記錄喔 沒有共識的話 沒有共識就送曹瑀鄉煙惠處理 好不好 我們大家介紹嘛 沒有共識就送 沒有共識就送 沒有共識就送曹瑀鄉煙惠處理 趙立法院 柯總長我講一下 不然你給他講一下 來 我想文字上就是我們的立場就是 我那時候寫的上面 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們也不會有改變 要不要大家再下情緒嗎 那是不是三天 這三天之後一定送 那我的意思說那就看 那個委員會的進行 待審查完畢 無共識就送曹瑀鄉煙惠處理 送曹瑀鄉煙惠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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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本來就是程序上就會是這樣處理 程序上就會是這樣處理 程序上就會是這樣處理 我們只是說 你不要這樣 有一個完成 好來 我建議 如果只是寫待審查完畢 這個 有一點怪 不了解 不了解我們的議事程序的外界人士 一定會誤解 你三天就把它審查完畢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剛剛有提的 就是說 如無共識 送曹瑀協商 院會處理之類的 對 要立法之間新華保險性 可能這個 這樣 比較不會讓人家誤解 誤解 好像我們就是 沒有完畢啊 委員會絕對不會有公事 所有法案都是這樣 一定有公事 即便有公事商業會 拉下來 曹瑀協商一大堆啊 我們製造他 怎麼會有加的這樣 叫你也叫你也 你還想 對啊我們 我們就是你建議就是 把 剛剛柯王講清楚嘛 程序上 除了三天的審查 如果 沒有共識 送曹瑀協商 曹瑀協商 對啊 家朝野協商 送曹瑀協商 送曹瑀協商 天位處理下 對 有家朝野協商 有家朝野協商 有共識 有主委會以後 曹瑀協商 一個是文字 一個我要請教具體的問題 這三天怎麼召開的問題 因為 禮拜一 禮拜一是 是要開什麼 拜先開 要開什麼 開完會 拜三 要開什麼 就是你要進入審查 不可能啊 先公廳再審查 沒有啦 審查公廳再審查 所以禮拜一只能尋打 禮拜一就照程序處理啦 禮拜三就公廳嘛 處理完畢 公廳以後 禮拜三還開嘛 沒有關係 不是啊 照程序是什麼 因為一般 照程序 我跟你講 我講正義 因為公廳要五天 然後今天海省 拜三十六天 拜三十六天 拜四十四天 大家站得比較不好 公廳會 公廳會 不是委員會比較積極 但是公廳會 一定要開 拜四 不管什麼 怎麼 不可以處理完畢 拜三公廳會 開完 拜三 這個討論 討論不結果 就是 處理完畢 草野協商 應該是禮拜一先尋打 禮拜三公廳會 禮拜四 才進入十指的法條的審查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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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很合理 應該是這樣子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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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總統知道我建議 因為現在老團的聲音還是很大 我建議就是說 禮拜一是委員的尋打 這是委員的權利 先尋打 禮拜三 我們很尊重老團跟公民團體的聲音 所以我們先聽了他的意見 聽完之後 禮拜四再進入十指的法條的審查 好不好 這樣子 我覺得也是對外面這些公民團體的一些尊重 那另外就是說公聽會那天 禮拜三公聽會那天整個的審查的程序 由誰主持 然後要邀多少的公民團體來 趙偉主持喔 立民說各黨團的黨邊要主持 各變趙偉啊 那個場地我建議要在九樓大理堂 廣邀 廣邀團體 重點是我們要聽公民團體的聲音 因為委員的聲音 委員禮拜一已經有尋打跟官方的對話 禮拜三的公聽會是要廣邀團體 不能再未還委員會 委員會那個堂地太小 九樓大理堂 哪能不能再 請問 要呢 要呢 這個問題 行的 我還是提一下 剛才國長提的 關於那個修正動員 黨團的提案權 不是 我照醫師的講義 我先講 因為你有提案 所以你要修正動員 口頭的表示就可以了 要是有些條文不是我們有提的 那我們針對該條文 我們再指純 我們還是要有這個 所以我們會 我當然不是要求 你是不同意啦 說所有的委員會是這樣 至少在這一次 好 修正動議 台灣團 讓我們來講 我派你最訓練 你什麼意思 柯總召 我講一下 這是交通委員會昨天下午的 你知道我們不簽以後 打電話以交通委員會的助理說 把劉兆豪 把這些人的名字全部刪掉 我不知道那什麼事 對不對 那他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是 沒有你的助理 那我等一下問劉兆豪說 劉兆豪的刪你的名字嗎 我意思是說 我不是對你有意見啦 我是說有時候你情緒起來 可能會做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還是 你就讓我們黨團有提案 來 我現在沒有 那真的啊 今天是有史以來 學商氣氛最好的一次 來來來 你聽我說 你聽我說 我說你反正遊戲規則 他這裡 裡面有提案的 你就授權總召 在這個時候 反正有德嘛 你不是講有德嗎 你現在 你先聽我講 讓我們有這個 因為你不了解 一百元的遊戲規則 我講給你聽 你們有提案的齁 提案你要自己 我知道 那別人的案子 那個不必在提案 別人的條文 我沒可以提修正動議嘛 別人的條文 你也可以提修正動議嘛 我都歡迎 不是你歡迎啦 你就在這個 修正總召意就表述就好 我請 來你解釋嗎 有條文 我請我們的戶密 戶密書長 戶密來 Copy Copy一分 OK啦 看一下看一下 都遵照大家的意識在辦理 那個文字你看一下 今天真的在和諧 聽啦 以後希望我這樣啦 我剛才說 尊重少數就很和諧 從新建議議員的文化好不好 那個柯總長 聽一句 尊重少數在野黨 氣氛就很和諧好不好 我最尊重啦 我才認證的 每一個人給他們一張 好 謝謝 謝謝 剩下的給他們 後面那裡 每一個人給一張 先拿去後面 這個先給他們 好啦 先給那個 那個 江偉人跟那個王偉人 先給他們 好來 這張給你 好來 看著看著看著看 這樣好不好 好來 請 請 宣讀整個的決定四項 決定四項 一 各黨團同意由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撤回 並案審查行政案行審議 勞動基礎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七案之審查報告 由該委員會於十一月十四日十六日即十七日召開三天會議其中一天為公聽會審查 鬥點 待審查完畢分號如無共識鬥點即交黨團協商後提報院會處理不受立法院職權行司法第七十一條之一協商期限之限制 二 各黨團同意不以霸佔主席臺等手段杯葛上訴會議 並依議事程序進行 這個是流程 好來 要就找他講清楚 然後 這第三點來 禮拜一尋答禮拜二公聽會也三番除以條文 好 教練意思 要類入嘛 好來 那就第三項 納入 好 那這樣就好 公聽會的時間你跟我一樣 你跟我報告一下嗎 打工 沒關係 幾號 十一月十四日 公聽會就以當天為時間的準點 十一月十六日召開公聽會 十一月十七日 好沒有關係沒有沒關係 但是仔細請一起來維持好不好 主案 不可自備麥克風 不會啦 沒有最後一天 負責到台查水啦 那要寫清楚 這個主條唯一都 十七路還在行達吧 進入主條 好 我們沒有問題啦 第三點來講 有阿子現在在想 我還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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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最好 你大小三子 不可以 我還在想 一說 我還在想 我還在想 你 我還在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農業生意不完全好吗 你要夾几月 没关系 开11点嘛 你夾几月 没关系 继续维持好就好了 大家照着你这样说 没关系 然后你们要几个人 要学者专家怎么样 我们都保佑 反正时间很充裕 好 那这个 伟友 那个 当天公监院主持人 陈云 你如果派一个叫陈云公益 那就是加第四点吧 就是我们的党团提案权 修正动议 没关系 你们自己的版本 你得嘛 那你至少这时候把他得出来嘛 买个手 要处怪招啦 不是怪招啦 我跟你讲这世上修正动议 我讲是修正动议啦 我跟你讲齁 你玩艺术龟这个眼睛啦 你就有得嘛 不知道 不知道 早点来跟人家说不要烦恼 因为未反应有委员 我们又没有委员 所以应该要加 应该是我们要加的 对吧 而且 特务超 你就讲上述会议 我们就跟国民党那一条一样 第二条 你就给我们党团修正动议 这以上述会议 这个会议为主 好不好 听我讲 没关系 我们大家的合法来说齁 其实齁 你能农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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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 这条里面没有的 谁都没有办法临时提案 那个是立完一定的游戏规则 没有复为嘛 这十一条里面的 只要有人有提出修认中意的话 我们都一定 一定都是 有不同的想法 我们都会接 不是 特总招 你听好了齁 如果我们第二点 第二点把它改成齁 没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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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改成齐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我们先 这个都写好了 先念一遍 第二点 就上述会议各党团同意不占主席台 就上述会议嘛 各党团同意不占主席台 这个是原来有的 並得以党团名义提出修正动议 那这样亲民党也有 等一下 我讲一下齁 好不好 我讲实情 讲实情就好了 總共各党团所有版本加起來齁 在这十一条里面的 没有的谁任何一党都没有办法修正的 都没有办法提案 那是这样 这个是立法院意思规则很清楚 修正动议 修正动议 你可能修正哪一条 你只要修正你自己的 那也不必 你就上台讲话就好了 也不必再提案 那立法院说 你做理由你怎么做要哭 我再重新论述 要怎么样 那就是最一讲不行 你说杨立 杨立也要给他一修一意 我到他也没有意见 你就是 这是大家讨论的结果嘛 你就是上诉会议 你就是修正动议 本来都可以的 柯总 这不是什么怪招 我们只是要确保 我们在这个条文審议的时候 你要做借机弄个破口 不会 就上诉会议 那问题还没讨论清楚 你到底弄个破口 对啊 就上诉会议 而且第二点改成就上诉会议 各党团同意不占主席台 所以也不会说只是完全针对国民党而已 好 并得以党团名义 这也不是完全只有时代力量 这亲民党也需要 党团名义来提出修正动议 好不好 各党团欢迎提出任何修正动议 这样好不 衝着反应的好不 那再来风 并欢迎各党团 不用欢迎 不用欢迎 并得以党团名义提出 党团名义提出 党团 鼓励 党鼓励 好啦 你就让我们 就这个会议而已 党团 因为我们有案子嘛 那我们也对其他党团的 可能有问题 因为你有案子 所以你根本不必他提修正动议 我知道啦 那其他党团的条文 这个是 其他委员的条文 你们有案子 你去谈的时候 大家讨论我这个案子 那文字要怎么修改 那本来就可以了 对啦 那其他人的条文 那个你根本 对不对 而且我这边讲就是 就上訴 你以为他要拿到他去的 我这个案子以后 我要找他怎么论述 然后大家想 那文字要怎么改 本来就可以了 先听这个 不然就可以了 先听这个 我们高蜜蜜 重头练一遍 好不 好 3.9 第三点 第三点 刚刚 OK 决定是这样 各种人同意 由社会福利及 衛生环境委员 撤回 病案审查 行政院行情审议 勞动基准法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 7案之审查报告 由该委员 会于11月14日 16日 及17日 召开三天会议 其中一天为公厅会 审查 待审查完毕分号 如无共事 及交党团协商后 提报院会处理 不受立法院职权行事法 第71条之一 协商期限之限制 2.各党团同意 不以霸占主席台等 手段杯葛上述会议 并依议事程序进行 3.11月14日 星期一 进行报告及寻达 11月16日 星期三 举行公厅会 11月17日 星期四 进行逐条讨论 以上会议必要时 得延长开会至下午12时 柯总长 你要不要再考量一下 我们提的 你第二点 就把上述会议 各党团 好不好 要不要 第二条后面 你把它改成 院长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有一条 要加一下 可以吗 可以说 在其中一天委公厅会后面 加一下应比照 行政 听证程序进行 就照我们理会员的委员 我们有 我们有一套 我们的规则 要求行政官员作证 不 我们的公厅会 有一个 我们的之前行事 法里面有那个 公厅会的一个程序 都有 都有 就是委员会的公厅会 都有程序 就依照那个来办 他会邀请行政部门 他会邀请行政部门 因为 因为那个和食品 那个和平的那个公厅会 他其实现场也没有那个 行政官员去做 所以我们不要 所以我们不希望说到最后 有比较这样的问题 可以可以 所以是不是帮我们加注 这个比较好 因为这个其实没有 不是 这个喔 委员会公厅会之 举行 第 有一个专章 第五十六条 得邀请政府人员及社会上有关系 这个已经都规定得很清楚了 没有 因为之前公厅会 他可能都会载记每个人所讲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其实没有影响 这个加这个其实说真的没有 不太爱 所以是不是就是 好吗 好吗 这有兴奋 兴奋就不得到整厅 但我的意思说 另外开会可以要社会人士 以及政府官员 但是因为现在和平的原因 我希望这个还是能够加一下 比较有保障 这样对公厅会的记录 不是 这样对公厅会的记录 也能够清楚载明会比较好 OK OK 来 你说怎么样 来 依限依法 不是 啊 这个依法 没有啦 我们有应比照行政听证程序进行 要求行政官员作证 代审查委 因为公厅会跟听证是有区别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是事实上四字五八五 职丁信号还没修好 我们有那个国会调查的问题 那里面才会有听证程序 不是不是 但是现在都还没有法律的规定 所以这个部分地缺有问题 没有 因为听证上的文字 感觉是有强制性的公... 对于他们说过 譬如说在公厅会他们表达过的意见 我们希望到最后能... 予以记载能有记录嘛 然后他们也要相对负责 公厅会一定... 把他上往都没关系 没有错啦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比较希望强调的部分嘛 所以是不是... 就是... 我跟市委员报告 公厅会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说... 那个人数... 是由... 就是... 招委他会去... 去招那个... 15个人为原则 然后正反... 不... 不... 对... 这是为原则啦 所以你要20个或者多少个 这个是可以去处理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个... 正反... 要相当的比例 第三个... 我跟委员报告就说 我们惯例上 都会请行政部门的机关的人员 来... 那也都会给他发言的时间 所以这个基本上都会有... 陳委员你刚才讲的是 行政部门的人一定会来嘛 社会人士一定会嘛 立委也有嘛 我的意思是说 我知道公厅会 他是有记录 没有错 但是因为听证会的话 他是有强制性的嘛 所以官员说错的话 听证会没有强制性啦 那他也是相... 他也相对要对他自己的负责嘛 公厅会也是宰明啦 公厅会你只敢叫他下台就好了啊 下台也不是我们说叫他下台他就下台 公厅会不是听证会啦 公厅会 所以我们是说比照嘛 所以我的意思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应比照啊 那也没有那些管理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我们是... 你是怕官员讲话不算数 就怕公委不算数 庄案不算数 希望能够改名市场 你要对他们说的负责啦 说话不说话 你用听证会也没有...也是一样啊 我们就希望说 红傘那一节 我们就希望说 能够他们对于他们自己官员所说的话 能够实质上的能够有责任嘛 因为公厅会已经办很多厂 但是公厅会他其实... 超乎法律的东西 不要一个要求啊 没有公厅会办完就办完了啦 我们学商... 我们学商不要决定超越法律的事情啦 好不好 我们公厅会 大家公厅会委员会 来办 有那个规范吗 葛总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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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一下哦 乖 这你说 乖 好来好来 好来 我报告第二点哦 刚刚那个时代力量党团要求 就是说党团名义 提出修正动义这一部分哦 好 那修正为 上述会议 各党团同意 不以霸占主席台等手段杯葛 好 斗点 同意得以党团名义 提出修正动义 斗点 并依议事程序进行 对 对 就是上述会议 就框在上述会议而已 就是框在上述会议而已 好 这样子 有没有意见 是有这一点吗 就这样 对 好怎么样 这样大概各党团的意见 我们都有纳入 只是听证会没有而已 等一下 我要注意一下 院长 等一下 我面对他问题好好好 尊重他一下 他的意思是 第一点 我现在转速也没错问题 因为他们没办法的委员 人家就笑 所以要推荐人 你才有多少推荐 我说 因为推荐府也都会跳 不要紧 好 没有 你要推荐几个 我们都可以 都可以 开放了 应该不会有问题 会接受你们的推荐了吧 对 没问题 有哪个问题 他是公民的 哎呀 我的公民有两个 公民准准备 不要紧 好 你们大家都有同推荐 要整个大家来吵 不要紧 因为要去到晚上四十二点 我跟你说 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 来办 外套协议商店找不到人 那很困难 我想 我想 对啊 我想 陈委员他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一次的公听会 要够严谨 要够严谨 所以他希望就是 对我知道 我知道 对 当然就是 当然我们也会认为 就是以听政会这种 公听会就公听会 听政会 没有错 没有错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不要掉他的钱 他只是说比照 他没有说一定要 他只是说比照 他并没有说这个形式是听政会 我没有说非要去 行政官员能够列席 我 公听会本来叫可以 我在这里答应你就算是 不是所以我是说是 比照听政会的这个 程序的进行 不是啦 其实这个我们没有听政会 是因为 立法院自己的行使 太多真的 因为93年 我这里特别看了一下 对啊 我要跟 就是 即便我们行商结论这样行 他也没有法律的拘束力 他也不会因此太有责任 所以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事实上就是 那个 董事长 就是 你要拜托你隔壁的喔 下次我们修宣的时候 同意把监察院废掉 把这个权利拿回来立法院啦 你这些国家先好 王委員那邊先拿過去跟江委員 是 報告 立法院超越黨團協調結論 時間105年11月11日星期五上午11時20分 地點議場三樓會議室決定事項 1.各黨團同意由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撤回病案審查行政院行情審議 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七案之審查報告 由該委員會於11月14日16日及17日召開三天會議 其中一天為公聽會 待審查完畢分號 如無共事集交黨團協商後提報院會處理 不受立法院職權行事法第71條之一協商期限制限制 2.上述會議各黨團同意不以霸占主席台等手段杯葛 2.同意得以黨團名義提出修正動議並依議事程序進行 3.11月14日星期一進行報告及巡答 11月16日星期三舉行公聽會 11月17日星期四進行主導導論 以上會議必要時得延長開會至下午12時 以上 11月15日 16日快點 12月17日 長開會 16日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定義啊 你的定義是什麼啊 今天這個東西法律沒有定義 你現在在那邊講這個東西 到時候在那邊爭執有沒有照這個程序 光有沒有照這個程序又發生爭執 我們說這樣 我們都說真的 長領簽的 都簽的裡面 我們現在是加很多東西的 應該 公聽會就是公聽會 你們講什麼 行政聽證有很多法定程序 那根本就沒辦法翻 對吧 你拿出來看看 你先中定義分 不過我真的要報告 剛剛有跟柯總長好好討論 不需要這種態度 不是啊 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個東西 拜託拜託 來 重點是說 沒關係 來 抱歉 現在是這樣 清明黨的恐懾是有兩點 一點先改革 他說可以推薦一些人 那都沒問題 對啊 這個是第一個我們提出來要求啊 這本來就是各黨團要推薦 那幾個也沒關係 這個我先談好 第一個 你也說什麼 行政官員要列席 行政官員要列席 行政官員本來公聽會一定要列席 我們剛才講這個行政 公聽會要 所以我們說比照聽證會的程序去進行 那如果這些文字你們覺得不OK 那看是用什麼樣的文字 大家去找出一個折衷點嗎 因為我們只是說我們希望說 他官員他自己 因為本來我們就可以立法院本來在93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本來 我們不能因為我們自己怠惰 所以就我們就說因為沒有聽證 所以只有公聽這種事情 沒有嗎 你以為93年什麼事情 93年什麼事情啊 93年我們都還沒來立法院 不是可是他沒有 93年是什麼事情 講清楚沒有跟我聽聽 欸 年輕人沒出交 不是啦 我們剛才有拿給那個法令 有拿給他看 年輕人出交出得漂亮 我再叫他找那個法令 93年他那時候失憲 院長我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剛剛講 可不可以這樣子啊 就是我剛剛聽到的就是說 在公聽會裡面 就是每個黨團推敗代表 以及要要求行政官員出席 沒有啦 你想想要本事公聽會 要邀請學者專家 團體政府官員 不是的 立法院有調查權嘛 立法院應該是有調查權的嘛 所以裡面應該就有聽證 不是啦 不是啦 我說這個不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93年度的時候 他那時候在探討 他到底有沒有 OK 沒有調查權 我報告一點就是說 4-585 當然我們立法院有調查權 但是 4-585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 就是 你要舉行國會聽證 一定要用法律來定 相關的權利義務跟程序 所以那個 我們今天要講說 要用法律的一個拘束力 然後說整個聽證程序 以現在這樣協商來講 是會有問題 這是第一點報告 第二點就是說 剛剛為什麼會請示那個 陳委員就是說 他要的到底是什麼啦 那我現在試著建議一下 就是說我們原來有一個 其中一天為公聽會 好 那個後面寫個逗點 行政機關代表應列席 並對陳述意見負責 好 那這樣就可以啊 好不好 OK 應賦予盡權全部的責任 不是啊 因為我剛剛就跟你講說 我們就是說要叫他負責 從頭到尾我們說強調就是這個 我說如果不能這樣寫 看要怎麼折衷 我還這樣講啊 謝謝 那個主席我詢問一下 你那個第一項裡面的那個 待審查完畢 然後如無共識 集交黨團協商後 如無共識應該是出了委員會 交黨團協商吧 那這個地方可不可以把它 如果是這樣子 這個地方文字稍微把它明確一點好不好 不然的話 感覺好像是如無共識 要交委員會協商之後 才能夠提報院會處理 不是這樣子 對 如無共識 對 如無共識 沒有啦 如無共識 委員會議決交黨團協商後 好 可以啊 這樣可以 對啦 因為是到院會來的意思 對好不好 那下一項他就兩位 可以 再念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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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如無共識 有 好 偶用 來 擁有 文貴市長 上次所發展的踏車 前往 香港馬上的 Feeling, 他可以在港版的 沙門市長 溉獲共同時所發展的 也下距離變成 妥協共同時所發展的 再接一點,很小落地,我們有要稍微的 這樣好啦 大家都要清楚 大家都叫這個來 這樣 真好 我再報告一次 有沒有資料 有 立法院超越黨團協商結論時間105年11月11日星期五上午11時30分 地點議場三樓會議室決定是項 1.各黨團同意由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撤回病案審查 行政院行情審議 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七案之審查報告 由該委員會於11月14日16日及17日召開三天會議 官府其中一天為公聽會 行政機關代表應列席並對陳述意見負責審查 待審查完畢 如無共識委員會議決交黨團協商後提報院會處理 不受立法院職權行司法第71條之一 協商期之限制 2.上述會議各黨團同意不以霸占主席台等手段杯葛 同意得以黨團名義提出修正動議並依議事程序進行 3.11月14日星期一進行報告及尋答 11月16日星期三舉行公聽會 11月17日星期四進行主條討論 以上會議必要時得延長開會至下午12時 以上 可以吧 面面俱到 如果可以我們就請各黨團代表簽名 等一下 談一下 那個公聽會 趕快報名 那一小子 我現在先說我先說不等一會 這樣嗎 因為要讓你們結席 那個公聽會 先去黨話簽 稱為 先請男人簽一簽吧 公聽會你們要舉個 這個公聽會要幾個人 當然要招委來舉行嘛 來來來來報 對 所以你們希望 報哪些團體名單稍微列一下趕快 趕快 來 到陳寅那裡 那我們 那去夾那個 那去夾那個 這樣嗎 沒有啦 我們要合照 你從百多月來就沒在家處理嘛 一個十分鐘嘛 一個單位一個人啦 那當然是有一件人請來嘛 有一件請來沒有關係嘛 最主要是有一件人要請他來嘛 你以為有一件一個團體 你從十個來講 一個說就好 那至於公聽會現在要開始走索要通知嘛 那請各黨團 那交到 應該可以招委報名 招委報名 那招委報名以後 我們這個問題喔 協商對口 協商對口由 劉思安委員來做法 總長 委員會召開公聽會是把名單提報給魏環委員會 如果這是魏環委員會主審的話 提報給魏環委不是提報給陳盈釗耶 這不一樣 提報給魏環委 人後要去設計說你到這裡各黨的意思 你再加一塊沒關係 最多開到11點 我們這樣好不好 我們請魏環委員會 把它設計好 然後再跟黨團 看看有幾名 因為時間的限制的問題 沒關係 明天才還可以 明天才還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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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黨團 這個名 名額要怎麼 怎麼 那個 因為到12點你們 國民黨認為總數要多少 我先講總數 你們可以是不是 標示一些意見 現在 現在 檢查時間 如果我兩段 才氣餘的地方 先檢查時間出來 這個時間可以 說得到 一半個月 只能說幾分鐘 沒有 沒有 先講 沒有 我報告一下 現在是委員會舉行公定會 我們在職權行程序 第九章有一個專章 就是委員會公定會是舉行 其中56條的第二項 規定說前項出席人員 應以正反意見是相當比例邀請 並以不超過15人為原則 當然這次一定是超過15個人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通常我們公定會 你如果要求人家說做一整天 大概不太可能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要切上午跟下午 那上午跟下午 原則上如果一位講10分鐘的話 我們可以去算 你如果再加上休息的時間 所以大概 三個小時 所以三個小時 原則上只有十幾個 所以我們過去安排 大概都會安排 14個左右 包括休息 還有包括開場的時間 太少了 不是 我會說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還有下午 對 上午還有下午 那我來建議一下好不好 那就上午14個 那下午16個 因為 因為上午 你前面一些那些秩序怎麼樣 要一些時間處理 那上午14個 下午16個 原則上30個 大家能接受嗎 沒有啊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剛剛一直在強調的行政機關的部分 所以可能要把 沒關係 行政機關就弄在正方 對 要弄在正方也可以 或者是 這個是除外的人數也可以 不是啊 因為他剛剛講 委員會要正反 雙方平衡 那所以至少 如果是30個 就一邊15個 那行政單位 跟我們邀請的 就把它列在正方 其他的 你們三個15個 或是你們要再多一點 你們要16個 我們也接受 你們三個黨團去分 這樣好不好 我們三個黨團分15個 16個啊 你們自己那麼多 行政機關 算我們的呢 行政機關 因為正反本來 法令就是要平衡啊 不是啊 這一場公聽會 我建議大家 這一場公聽會 我認為既然我們要召開 那就讓外面的團體覺得 我們是想聽他們的聲音的 所以雖然過去 我們已經在打破過去一些的慣例 我覺得目的 目的比較重要 我們要達成什麼樣的目的 如果我們是展現我們立法院 願意把外面這些抗議的團體的聲音 我們真的用一次的會議 來傾聽他們的意見跟聲音 我建議啦 就是說 不要一直框在過去 譬如說正反 一定非得要1515 是不是可以容許一些彈性 讓願意來表達的團體 或是個人 或是專家學者 或是很在意這個議題的人 盡量可以邀請他來 然後在那個比例上 可以有一點點彈性 不是說正反什麼個15 好 對 我具體的建議啦 因為正方的意見 其實行政單位的意見 大家已經都非常清楚 這一次 這一次比較是要聽 不同意見的聲音 這是這次公聽會最大的目的 我們也很有誠意召開 一整天要讓他們表達 所以我建議在這個名額上 剛剛講的 如果我們很具體去衡量 就是上校的時間 是30個名額嘛 那是不是正方就20個開放給外面的團體 很合理啦 現在的問題是這樣子 今天下班前一定要把你認為那個人 名單提出來 因為這樣要 要完成 明天不上班是要怎麼補啦 要要完成那個 不是啦 因為 那除非你不限制說一定是5天前要通知 那個你就不咬那一條喔 不要到時候講說你5天前沒有通知 這個公聽就不算 10個20個沒有通知 因為委員會這個邀請有一個5天的限制 除非不受這5天的限制 不然今天如果不完成 禮拜三怎麼開呢 公保公保公保 公保公保 公保公保公保 5天 今天先發 我講啦齁 我講一下 我講一下 今天先發文說要開公聽會是準算啦 起跳啦 因為有的請人請不到 他要出國什麼 拜他這次人都保持彈性啦 今天今天發文說開公聽會 要怎麼起跳就好 那在你去找 到時候要換人家沒關係啦 這樣好嗎 沒有 現在先 時間要讓人最定的就好 人家說30個 你們分20個我們分10個 沒關係 大家說說就好 這樣好嗎 你們分20個我們分10個就好 對啊 那時間 沒關係啦 我告訴你 找不到人 要不要討論 是這麼講的 不要 你會找一下 你找一下 不要緊啦 如果要講聽就知道你們說 對不對 我們現在先說 原則先說 原則 我們等一下委員會就發言 請各黨 推進公聽會 那是起跳 如果你要找人 你找不到他 禮拜一才給你回覆 你也沒關係 你這樣報來就好 那你不要經理那個 40個 他說30個 我們10 10 10 20 20 這樣嘛 我們再來還要有行政官員 我們20要討論 我們20要討論 我們10個而已 如果訂一些行政官員 我就沒有幾個人說 行政官員跟郭芳一個好像 有喔 那相關部會都有耶 勞計法難道只有勞農部嗎 黨三個三十個 國民黨一定 通常要幾個啦 幾個給他們 現在大家命令到的關 很好 那你就是 那你就是 15個這樣好不好 不然就 六個 六個 大家先提出十九 你是怎麼幾個 他要七個 我們 我們要 他們七個 他們七個 你們要七個 那個呢 清明長 清明 我們要幾個 我們十個 那多少個 七個 好了好了 你們 十個 二十四個 二十四個 沒關係 三十四個 沒關係 我們十個 好不好 好 十十七七 這樣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好 有啊 那是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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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十個 我們這 民進黨那是十個 這樣好不好 我們都可以到晚上十二點 十五點 因為 還有委員要來講的嘛 所以就是 那個時間 我們已經說 必要的時候可以到十二點 七七 十十 委員到最好才來講 好不好 委員要講的話 委員要講的話 要講的話到委員會都可以講 對啦 委員會都可以講啦 我們做公立會的部分 對啦 所以看你們自己提爆 委員怎麼說太極了 太極了 我提議已經給你太極了 你怎麼提爆啊 第一個齁 我們先訂了齁 七七十十嘛 齁 公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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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們就 盡量就委員不要講嘛 那個 那個 上 當然 晚上開也沒有關係啦 我們現在算啦 那個我報告一下 人數是就是民進黨十嘛 國民黨十 然後其他兩個黨團都各七 所以總數是三四 那我們現在算時間 就是說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早上是十五位 那就是五位正的 十五位反的 因為正的只有十嘛 然後下午是十九位 也是五位正的 十四位反的 當然所謂反的是說 多數黨少數黨啦 因為他來意見不一定啦 所以大概人數的配置是這樣子 好 那接下去 要講清楚 委員會議馬上發公立會開會通知 不是 那就 就五天就算數了 你 有等不到禮拜一禮拜再補來 沒有關係啦 這樣比較有彈性 不一定 大家 這樣好不好 這樣對他比較好 可以啦 可是說你的名單 下禮拜一 我可以送到委員會 會完委員會 截止日期 我們先說一下 是拜三嘛 拜 拜晚 下班以前截止 這樣好不好 這樣禮拜一 截止啦 禮拜一晚上 禮拜一晚上 這樣 兩三天就有時間來 五六日 一四天還請人 截止日期到 禮拜一 下班前 拜三就沒問題了 這樣好不好 大家又收錢啦 沒關係啦 那沒關係啊 好不好 會完有沒有問題 那那個秩序 那那個秩序 秩序他會去穿插 那排 沒有穿插 一定有正完正完的吧 這裡面我要報告一點 就是行政機關的代表 是一整天都要在的 沒關係啦 我拜託啦 對 這個是一整天都要在的 沒關係啦 他有可能就是在 那個下午那一部分 他那個名額就不算 他那個名額就不算 因為假設他算早上的名額 那那個行政機關下午 你代表要在嘛 那如果 就是說行政機關也是要說明一下 因為你下午來的人是不一樣的 行政機關一直要在場 對 因為下午呢 所以那個名額可能 就下午那個十九個以外 行政機關代表上去的人都不算在裡面 好 歡迎大家說 不用上來啦 不用再啊 不是啦 西班牙不用放上場 聽就好啦 不用 不用講啦 那其實 其實現在他有那個 可以播放外面談的事 不會啦 就是這個人 播放你們的事 對啦 OK 好 那 請大家趕快簽 來 好 好 拜託 拜託 我要下去宣佈開會啊 然後宣佈這個結果 然後下午兩點半再開會 好嗎 好嗎 宣佈那個嘛 等一下議程怎麼樣 國民黨要變更議程嗎 要什麼 要協商的嗎 我就宣佈協商結果 下午再繼續開會 沒有 他們說今天有一個 什麼變更的 如果可以收也沒了 對 那也沒處理 對 現在先叫他講 因為有什麼要我們配合啊 我們也來 宣佈完 宣佈兩點半開會 什麼事情嘛 補導核在旬典 補導核在旬典 要幹什麼 補導核在旬典 陳旭典會幫你送掉嗎 阿 真累 真累啊 那也沒關係啦 那教育學長最多是 教育學長一個月 那教育師神祉就是這樣 請問 請問你 我怎麼可以幫你表達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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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要從什麼 就叫神祉來就好啦 你現在是在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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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導核在要給我們我們送給錢 你補導核在要給我們送給錢 你補導核在要給我們送給錢 是嗎 小副學長就是進步 不是啦 我們的案禮拜二就被封殺了啊 他現在要怎麼送給錢 他現在也是 他現在是在廣場 另外一邊還要給我們送給錢 沒有啦 兵庚再給我送給錢 沒有啦 兵庚再給我送給錢 所以你兵庚要給我送給錢 沒有 你要給我們送給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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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同意喔 因為他不想反對 我知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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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都敢去廣場 不要 現在你 現在你 你砍砍我們中人 好嗎 我是我 我們中人是我們中人 他怎麼都代表我啊 我們這個案 你砍因為你的第一案 你們要簽嗎 他們要簽嗎 他們要簽嗎 他們要簽 他們要簽嗎 他們要簽 他們要簽嗎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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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簽 他們一簽 他們簽 他們簽 我簽 他們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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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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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下午2點半再開會 但是我們現在會去宣布學商結論 那就下午2點半 記住一點啦 我們面對川普的欠伏大便局 我們要好好來 跟國家未來 好 學商我們上會 不要再亂